好 那才下一名军人说的话 陈导 你不是精通美国战法吗 我今天跟你来中国功夫怎么样 算什么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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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步 你们俩一起来 不用比了 有事说事 我们旅长啊 在招待所餐厅已经都安排好了 请吧 这王旅长的招待方式这么有创意 我们应该是功行不如从命啊 那来吧 什么叫红蓝对抗 这才叫十大十的 来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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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来呀 来呀 别打了 别打了 来呀 来呀 打不打了 别过来 我又回来 我又回来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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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不复杀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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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那是你 不得打了 结束了 别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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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别打了 我呢 你太过分了 我们是来送材料的 你们就这么对待我们 对不起了 我请你们二人吃饭 赔个不是 谁吃你的破饭 旅长 我们走 副总 副总 今天 我给你们八零八旅人 耗上了 你什么意思 你 你 你拉我干什么你 你怎么把人打成那样啊 我又没有违法咱俩规则 我都已经喊停了 人韩蓬都收手了 你还往上冲 你这不是犯规吗 我就想让他韩蓬看看 对手犯规的结果 让他尝尝 爱做个滋味 你 你简直是胡闹 你还现得当旅长的样子吗你 我都说了呀 到时候我请他吃顿饭 赔个胡说不就完了 你把人打得鼻青脸肿 满嘴是血 这饭还怎么吃进去啊 你好好待会儿 我去陪陪人家韩旅长 好好参谱长 等等 不吹就算了 我们倒少了 你告诉他 我王可征 不欢迎他们二位 没事啊 没事 对不起啊 韩律长 说什么呢 哪有什么对不起啊 这军人嘛 在一起切磋一下权术 这个拼拼血性很正常 而且我跟你说啊 你们王旅长这拳法确实厉害 韩旅长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看这事弄的 要不 还是先到招待所吃点饭休息一下吧 那哪成啊 这我们俩来的日子还没完成呢 哪敢随便吃饭休息啊 小张 收拾一下 谢谢啊 辛苦 韩旅长 现在这局面嘛 已经有些尴尬了 这样吧 反正已经来了 我就先把你们的战术分析总结 收下来 等王旅长情绪缓和了 咱们再找个机会一起坐下来 好好的交流一下 金参宝 这真不成 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呢 是把战术分析报告 亲手交给王旅长 是 王旅长看完以后呢 给我们提意见 我们再把意见汇报给首长 这我们要现在走了 我回去怎么跟首长汇报啊 我们跟首长说那个 我跟王旅长切磋了一下权术 然后这个 报告 你给代收了 这恐怕不行吧 是是是 是不合适 可是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 你看 就算你们住在一起聊 也聊出什么内容来 你看还有什么其他别的方式吗 我也想出什么其他的方式来 要不这么着 我呢就在你们这808旅 稍微待一会儿 让我好好想想 想出方式来 咱们再走 总之啊 就一句话 今天见着王旅长 我肯定是不走了 本来都是兄弟部队 怎么打场演习 都成了冤家了 我们可没把你们当冤家 我们是主动动门拜访的 这我知道 可是 要不这样吧 你们先到我们旅的军事馆 参观一下 等何政委 再好好做做 王旅长的工作 好吧 好